大家好,我是老马马上天 猝不及防啊 2022年我们都知道会有黑天鹅 这个黑天鹅可能是疫情还会继续 但是没想到这个黑天鹅 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 金玉医学就这样蹦了出来 蹦到全国人民的视线当中来 河南警方通报说抓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是郑州金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区域负责人张某东 张某东干了什么事呢 实施引起新冠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这件事呢已经成为当地省公安厅督办的案件 可见案件性质十分严重 什么叫实施引起新冠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通俗理解就是这个人呢 有投毒或者涉嫌投毒的行为 这家公司金玉医学是干什么地 金玉医学公司高层曾经放出豪言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金玉 这个说法呢并不夸张 但是现在想来细思极恐 金玉医学在全国三十一个省会和直辖市 都设有分公司 其中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全国第三方医学检测服务新行业中 它的规模和产值是最大的 而且它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 是国内开展医学检测项目最多的医学实验室 截至2021年9月30号 累计检测量超过1.7亿人份 越是如此 这个事越大 这才是最猝不及防的地方 如果这个事实成立的话 那这个疫情你怎么控制 这起飞就是它哪里有金玉 哪里就有疫情了吗 而且我要告诉你 现在媒体披露出来 这次金玉医学事件并非孤立受害者 此前北京河北等地也出现过类似案件 这种检测机构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伪造检测结果 伪造检测结果就够可怕的 现在这个金玉医学涉嫌投毒 还有这么丧尽天良的人吗 还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事吗 全国人民为疫情的事正焦头烂额 尤其是西安人民 武汉人民 河南人民 深受其苦 本来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没想到有人在搞这样的猫腻 不想让这疫情过去 是不是只要疫情在你们就可以继续发财 即使你不这么干 你们已经赚得盆满不满了 所以这个行为让人感觉非常的气愤 这个猝不及防在于 它冲击了我们的道德认知底线 没有最低 还有更低 事发地河南宇州 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先后进行了七轮全员核酸检测 涉及59.5万人死 经过七轮核酸检测 病例仍然是居高不下 大家都纳闷了 这个病例为什么总业不断呢 为什么病毒消灭不干净呢 警方这一公布案情 我们明白了 豁然开朗啊 原来是有人在这搞这种幺蛾子 等于说前几轮在金玉公司 做的核酸检测白做了 白白耽误了防控时间 哪里会想到 他们在疫情防控这么大的问题上 居然弄虚作假 甚至是恶意缩腰 以前啊 很久很久以前啊 我听说过 就是那种修自行车的 故意在街上扔个钉子什么的 别人扎了车胎 好到他这来修啊 还有那种无良的厂商 故意发放不合格的寄生用品 他们的小诊所就有生意了 没想到今天还有更黑的 上几天我还在批评先生药业时间 把这个脑梗病人的原料药 全给垄断了 导致药品停产 这个钱赚的就是很没道义 没想到 今天这个更加让人可恨 很多人说这个郑州金玉医学 跟联想资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这一查还真是 这也是让人猝不及防的地方 捣一捣就能捣到西藏联头企会企业关利有限公司 而这个西藏联头企会 正是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百分之百投资的子公司 上个月出事的威亚夫妇 他们背后的公司 捣一捣也能捣到一家公司 叫西藏东方企会投资有限公司 这个东方企会 正是由荣科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和联想控股全额投资的公司 捣着捣着捣着就捣出一头驴来 而且还是同一头驴 你看联想的手伸得有多长呢 怎么哪哪都有他们的影子呢 你注意到没有 这些企会公司都注册在西藏 这里边有什么猫腻 为什么都注册在西藏 是因为西藏地区的企业税率相较其他地方要低 西藏企业的订税是15% 而全国一般是25% 并且超过500万的缴税 可以退税40% 明明手已经伸得那么长了 还一门心思想少缴税 这样的企业才是绝了 所以今天我们说猝不及防 至少有三个猝不及防 第一个猝不及防 疫情黑天鹅居然出现在一家核酸检测机构 第二个猝不及防 是这家核酸检测机构所使用的手段 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底线 第三个猝不及防 是这事儿还和联想有关 还和柳家铺子有关 真的需要提防柳家这个医药帝国 控制12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 什么概念 稍有风吹草动 中国老百姓受不起 前面那个先生药业事件 就够王八蛋了吧 掐住脑梗病人原材料药 这干的够缺德了吧 现在你看看 这投毒的事儿 还是人干的吗 所以我说啊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表明 不能不强化反垄断 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不能不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不能不把嗜血的资本装进笼子 防止他们出笼咬人 这轮长达两个多月的争论 我说已经超出了毅力之争 它是大是大非问题 任由垄断资本胡作非为 是要惹出大乱子的 不斩断垄断资本之手 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 因为黑心资本的底线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正像马克思所说的 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 他们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他们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脚手的风险 好 今天的老马价值观 就先说到这儿 这事我们会继续关注